不错,好嫩啊 没什么事 我是个老黄 我起床了哦 现在九点半了 哎呦,起来了起来了 这电热的很差的,好暖和 完了吧 床上还是舒服的多,好暖和 我去洗漱一下,东西收了 接点水,带点水走 免得自己买矿泉水 吃个早饭,吃个牛肉片 便宜就十倍,就出发了 衣服,帽子,袜子都干的 今天套两双袜子 一双的话 白天还行,晚上不行 穿两双袜子暖和一些 两双加龙的袜子 主要这个脚啊 右脚这里动伤的 还是麻的 这几个还好,就是这个大拇指 还是麻的 所以说,去高原地方太冷了 一定要多穿一点 袜子 特别是手和袜子 容易冻伤 东西已经装车装好了 现在快十一点钟了 准备出发了 然后去那边吃个牛肉面吧 再出发,往那边走 今天的路况可能不太好啊 可能要爬山 没有戈壁湯那么平整啊 还是吃昨天这一家 这里有个骑友在吃饭 这个我还认识 路上碰到过了 这个叫小北 真的是缘分啊 我在路上看到他这个车在扎营嘛 打了个招呼我就走了 这个叫奇形的小北 好像是这个名字吧 刷得过他的 吃碗牛肉面 小菜 小北 牛肉面 看 看 现在 现在 明天晚上就看 白天汽车 挺好的 你昨天七十公里刚过来的 嗯 不够还好 下火 昨天下火还好 下火挺多 昨天没那么大风啊 昨天顺风 对啊 前天 前天的时候我们汽车的时候 那个风力多大 根本就出动 今天没什么 今天到上日子 上日子 上日子 今天到上日子 今天要爬坡了 没有他们说上日子的那边下火 就挺多的 嗯 反正要爬一个 牙口 我来我来下 我来下 我来看海白鱼就看 现在好吧 我来看多 青海豪风大了很 青海豪 青海豪 慢慢爬 刚才刺牛肉面 小北兄弟请客的 哈哈 嗯 出发了 离开这个乡了 离下一个镇子 40公里 到时候那边 应该不在镇子停留吧 看路况吧 这边镇子的话 就比以前 客币它要多了 这个旅行车确实速度要快很多 特别是这种平路 3D车是跑不过旅行车的 如果跑那种烂路的话 3D车就要更屌一点 3D车的它的卷震比旅行车要好一些 进入山去了 三四天没爬过山了 今天给它爬上一爬 还好这个山不是太大 都是一些小山脉 感觉很久没有爬山了 今天爬上一爬 体现一下锻炼身体的感觉 一段时间不爬山了 这个硬力的话就下降了 没有以前那么 硬力那么好了 不过都是一些小山 估计是起伏路吧 有上坡有下坡 另一个角色 不知道 她的压力 她有了 不能 衣服 protection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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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风景还不错 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草原 长了很多那种小草 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 特别有层次感 爬到牙口了 要脱土山 看一下风景 海拔非常低啊 前面就到下坡了 脱土山 海拔三千米 长下坡 这边长了十倍的 上面有刺 一定要小心砸抬呀 还有二十来公里啊 就到那个镇上了 应该下坡比较多了 看一下这边的山嘛 奇形怪状的 各种形状都有 前面还有一座大山脉 国家海拔三千五百米左右吧 没想到在这边 这个牛的种类都变了 你看有黄牛 黑牛 还有黑白牛 那应该是奶牛吧 在吃草 这个牛的肉质啊 应该比那个毛牛肉的肉质 要嫩很多 喵 你嫩不嫩呢 这个牛肠 连尬的肉 sono 这个参天大树 感觉很不一样 感觉生机勃勃的样子 哇 这感觉太好了 冷冷清清的香日德镇喽 下午3点20 到这个镇了 叫香日德 是一个镇 这个镇子感觉还挺大的 前面还有很长 越往东边走这个镇子越来越大了 在路边上还有冰块 前段时间应该下过雪了 雪都没化完 在这个镇上来吃个午饭 两个人都饿了 早上小北请客的吧 今天我也请他吃个午饭吧 看一下有什么吃 吃一个炒饭 牛肉炒饭 还有一个拉面 吃个拉面 你们这几秒该不 来 我们就应该上午开机 我们就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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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就这样 先好一个时间 然后你上午先开 然后你后面后面后面的时候 不是会干的吗 会干的时候上午也开 好的吗 你们都是主播吗 是 嗯 可以 现在四点到中了 在镇上休息了一下 离开这个镇上面了 打算 继续往前面骑 然后边骑边找录影地吧 希望今天找到一个房子 今天想做房子 终于看到 正儿八经的农村 看 这边羊了很多羊 这个小牛牛啊 穿着一件花衣服 挺好看的 挺性感的 这里的风景其实还行 山上还有没化完的雪 看起来还可以 看一下 这个风 很有纹路感 这个风 不过这边好多草原 不好烧火 要找一个空地方 小北去那边的 黄子那边的 那边确实没有草 可以烧火 我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房子 这房子 能住不能住 这边黄火比较严的 全是草原 小北的话 他不住房子 有房子他也不会住 因为他要直播 要搞那种背景嘛 就是后面的山啊 或者雪山 他一般不住在这种房子里面 他要直播那种风景好的 背景 我来看一下这房子 怎么样 这个里面住不了啊 它是那种 就是给牛啊羊啊放那个饲料的就是草料的 这怎么住 肯定有人了嘛 这里面肯定有人 里面还有床 这应该是 牧民的那个 房子 看这边有牛圈羊圈 这应该是一羊圈 这是牧民的房子 那边是高速路 刚才一路过来全是草原 或者那个农田 所以就在这里吧 这边有人捡到柴火 这地上好多柴火的 去旁边 离这个小北远一点 他要 大网红要直播的 不打扰他 旁边来搭个档子嘛 这边空地的话 我也很少在这个空地上面搭帐篷啊 感觉也还不错 风景还行这里 这里发现了一个羊头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搭帐篷是真的 太有感觉了 这就是父爱的感觉 到处可以打 随便打 但是要注意这个刺 这个里面有刺 我看一下我在这个地方来搭吧 这地方 草没那么多 空框一点 就怕砸台 好难捕台啊 这边 我就在这个空地上面搭个帐篷啊 在这个羊头的旁边 这边的话感觉 好一点 离小北也比较远 他要搞直播 小北的直播间的话 每天都是两千到四千人 人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不打扰他了 而且离这个羊头比较近 比较有安全感 比较有安全感 这边还有一匹 这个部的 这个香蕉的话 那小北买的 他买了四根 给了我两根 他人也是特别好 感觉非常好说话 好的 每一年 都要和过去到隔边 迎接下一段未知的岁月 每屋里 每屋里每铺好的情 是转 每一块形状 不同的绚烂 时间 给所有问题找答案 我们 总是记着树里 清酸 成长 叫我和每个人 都生 伤害我的朋友 也祝你拥有 美好敏感 当你匆匆的走满这一生 那些故事 是否都已讲完 年少时的泪水 有没有被风干 有没有可否 无尽的疲倦 当你匆匆的走满这一生 那些理想 是否都已实现 渐暖的日子里 是谁在你身边 过去的遗憾 是动力或平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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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打算来煮这个鱼来吃 这个叫深海 金鲍鱼 我也是第一次吃金鲍鱼 没吃过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大约不到一斤吧 这个鱼 有点像大号版的那个鲍鱼 就是鲍鱼嘛 这个就是那个 金鲍鱼和那个五鲍鱼有点像 五鲍鱼要小一点没这么大 洗一下 今天就煮这个鱼来吃 我觉得这条鱼好萌啊 萌萌哒的 虽然不大但是 也够吃了一个人也够吃了 那个小北的话他在直播 他也是买了那个 鸡翅 打上自己喜欢的花刀 打两个花刀吧 更好入味 一点两个 这种鱼比较宽 我们适合打什么花刀呢 就是十字花刀 如果它比较窄 那就打斜刀就行了 这么内脏肚子好小的 就这么一点点 把内脏给挖出来 用这个纸啊 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吸干 因为今天我们要煎一下 把这个鱼 我们不管煎什么类型的鱼啊 油温都必须要高一点 这边已经煎硬了 今天在刮风啊 这个火的也吃饭了 这个鱼已经煎好了 开始加料了 由于这边工具不全了 没地方装 我就不打出来备运了 直接在锅里面操作 吃个麻辣味道 来88颗花椒 把它炒香 辣椒面 把这个 辣椒花椒炒香一下 葱 蒜 小米椒 凍住了 一起跑到 也是没办法 这样也可以 放个面 加一点老大人家的高度白酒 去个腥味 去个腥味 来调个味啊 这个煮鱼的话先调味 不然它不入味 放一点点盐 来点酱油给它上个碎 加一点这个白糖提个鲜味 把这个胡萝卜丝弄里头搞个颜色 今天没配菜呀 这个来下饭 还有这个是芹菜 芹菜比较多 因为今天没配菜 下饭了 这个鱼已经煮熟了呀 开饭了开饭了 喝点白的吧 今天喝点白的 太冷了 说那个皮头顶不住 羊头还在 来 先走一个吧 舒坦 嗯 尝一下这个鱼怎么样 哇 煮了好久了 应该煮了 放个面 再 火不要停了 一停它就冷了 哎呦 我看这个鱼皮 嗯 哇 这鱼好 好嫩啊 不知道吃多不多 好嫩啊 超级嫩 有点不像冻的 可能是海鱼的原因吧 海鱼就是鲜 这个鱼皮特别香 它被煎了的 煎的干香干香的 再配合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的 蔬菜的味道 挺不错的 这鱼子入味了 好辣呀 有小米椒 入味了入味了 我很少吃这个海里面的鱼 因为在内地嘛也不好买 嗯这个刺不多啊 比那个鲫鱼的 比那个鲫鱼的 鲫鱼的 比那个鲫鱼的刺要少一些 不错的 哎呀这个鱼刺是真的不多啊 全是肉 没什么事 这鱼味道是真的不错 好嫩啊 没什么事 这个冻的海鱼啊我感觉 吃起来也挺新鲜的 好嗚嗚呀 拉拉的 麻麻了 哇 太满足了 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刺多的鱼 那种刺比较少 它就几根大刺 嗯 外面还是比较冷的 烤一下火 都扛不住了 但是 EM 《好嗚嗚响》 放下火 咔嚓 咔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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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哎 旁边的话是茫茫的戈壁滩 月亮出来了 好圆啊 那个月亮 特别特别的空旷 荒无人厌的 不过 信号还可以 估计估计有信号塔 那边是金藏高速 高速路的旁边是山脉 延绵不断的搭山脉 这边天黑的比较早啊 等会把帐篷搭起来 搭起来 搞饭吃 不瞧瞧啊 又找到家的感觉了 挺不错的 把帐篷搭起来搞饭吃 今天还是觉得饿了 今天水不多 也做不了饭 但是也没有菜了吧 就这小半壶水 大约有个接近两升吧 两升左右 因为还要喝 还要明天早饭吃 就足几个鸡蛋来吃 在那个 洛姆红买了六个鸡蛋 今天晚上打算吃四个 明天早饭再吃两个 就够了 这个水已经烧开了 煮鸡蛋 煮鸡蛋 这个鸡蛋应该没冻住吧 冻住了白天也解冻了 先煮四个吧 明天早上吃两个 把它拿下来 锁力太猛了 这个鸡蛋 这个呢 好 这两个留着明天早餐 就这样煮啊 等会加点糖在里面 用高压锅给它压一下 不然它熟不了 看一下 一个一个的 好滑嫩的 熟了就怕说 快点儿水 跑了灰 然后倒入 88颗冰糖 吃甜一点的 甜一点的话好一点 倒在这个碗里来吃 今天就吃这个鸡蛋 煮了四个鸡蛋 坐在这里吃吧 没有 今天简简简简简吃 四个鸡蛋 尝一下这个汤怎么样 说一点对 哇 好甜的 我也是很喜欢吃甜的 香甜可口 尝一下这个鸡蛋 好嫩哦 煮到刚刚好 刚好把蛋黄煮熟了 有的他不喜欢吃那种煮熟的 有点那个 那个叫流行 我喜欢吃传熟的 我喜欢吃传熟的 那我们平静 平静 过年过节就喜欢招待客人的话 就拿这个招待 换点糖煮个鸡蛋 换红糖也可以 差不多二十多年没吃了 今天也是水不够 看水不够 明天早上还要吃早饭的 水不够的话 就煮个这个吃就行了 你可以喝 喝这个水 糖水 甜度也刚刚好 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吃法 就是煮这个甜鸡蛋 换点糖直接煮 也是特别香甜的 其实还可以换点那个 牢骚或者米酒 就更加的味道更加的丰富 四个鸡蛋也差不多 能吃个 两成宝吧 将就一下 最后一个 我感觉一口一个了 多喝点那个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吧 我是你们的老黄 我们明天再见吧 今天这个桥洞选的还可以啊 上面还长了一棵树 就看起来美观多了 太美观了 今天晚上应该睡个好觉吧 ¡